大家好,老陈今天选个新地方 跟大家谈谈幼儿教育的事情。 我呢,曾经参加过一年的幼儿教育培训。 因为我想开个幼儿园。 幼儿教育培训,它主要培训哪些内容呢? 第一年,我主要上的是幼儿心理学, 好几门心理学的课程。 跟幼儿安全知识吧。 其中,幼儿安全知识是重点。 主要讲就是,小孩在吃的时候, 小孩在玩的时候,带小孩外出的时候, 以及其他,睡觉的时候, 任何任何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注意小孩的安全。 要时刻关注着小孩,看着小孩。 有的小孩,他睡着睡着,突然之间他就窒息了。 你得善于去发现他。 有的小孩出去呢,他乱跑, 他突然找不着了,你得盯住他。 有的小孩呢,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他要咬人,他自己不知道他错了。 但是呢,你到那时候,你不能惩罚他。 就是,你做幼儿教育, 你要懂得小孩的一些心理。 同时呢,不要让他们出现任何麻烦。 在学习的时候呢, 课程当中还包括一些内容, 就是你怎么样跟家庭沟通, 怎么样利用一些社会资源,等等。 这些都非常有用的。 他幼儿教育,这个教育程度 毕业之后,他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 要达到college的水平, 就相当于国内的大专业水平。 我前两天介绍的保姆的 那个培训,八百小时的培训, 他达到的标准相当于中学 毕业的水平,相当于中学生的水平。 所以,就是说,你中学 你拿到的毕业证书,相当于上了一个高中。 就是这样的。但是,它又很奇怪。 你要从事那样的职业培训, 你必须先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你没有高中毕业证书, 即使你是国内的, 你如果没有同等学历认证的, 高于高中阶段的毕业证书, 他也不让你参加, 哪怕是高中, 你只有高中阶段的那个职业培训, 说的一件绕了。 但是,这个college呢,它不太一样。 它呢,要比高中稍微高一些。 是介于大学,比大学稍微低一些。 这样的一个教育程度。 就业率大约在80%左右,多年了, 有时候低一些,有时候高一些。 因为咱们都知道, 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都是孩子跟老人的天堂。 都很在乎孩子的成长。 你像咱们国内的很多公园, 像这样的设施,是比较少的。 你要在专门的一些儿童公园, 你才能够发现这样的设施。 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我想在美国,加拿大, 美国,澳大利亚,情况都差不多。 即使在图克曼斯坦公园里,小孩玩的也是多于老人玩的。 咱们国内公园里,提供的跳广场舞的, 或者是老人玩的,不适合老人的那些健身器材。 其实那些健身器材并不适合老人, 而是适合年轻人。 老人不应该玩那么激烈的运动。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心理的事件。 比如说,心跳,它加速了之后, 血液循环加速了之后,可能会引发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情。 或者,骨头它也比较酥了嘛。 它做那些健身器械也是很不好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 我自己也读了一些专业方面的书。 这地方的老人上哪儿去了呢? 顺便说一下,老人都到各个老年人俱乐部里去了。 他们叫做,西洋魂俱乐部吧,相当于。 他们叫做黄金时代俱乐部。 从一些游泳啊, 也在健身房里头, 想一下激烈运动,喜欢激烈运动的健身房里头, 找那个健身教练, 让健身教练指导的, 来做适合他们的运动。 再就是, 跳交易舞啦, 或者去钓鱼啦, 做这样一些运动。 而孩子们呢, 比较活嘛, 就是滑滑滑梯啦, 跳高啦, 攀一攀啦, 爬一爬啦。 到一定年龄,这些人家也不玩了。 人家玩一些更有挑战性的。 那些以后再说, 就是大孩子玩什么, 小孩子玩这些。 而在玩这些的时候, 你也不要小看这些, 也会发生一些掉下来呀, 或者头碰着了呀, 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 现在大多数新的公园呢, 它都是塑胶地面的。 塑胶地面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并不是没有。 沙子地面有什么不好呢? 有些小小孩会吃沙子。 这个呢, 你作为幼儿教育, 也得非常,也得注意。 好,这些就是幼儿教育的具体内容, 也许你们不太关心, 我也就不多说了。 这个幼儿教育毕业之后, 第一年, 你找着工作之后的薪水是多少呢? 大约是15家园到25家园之间。 跟保姆的行情差不多。 幼儿教育也跟保姆的劳动强度也差不多。 但是,脑力方面的付出比保姆脑力方面的付出更多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要让你上 差不多两年半到三年之间, 要上差不多近 近两千多小时的培训。 而保姆培训只有八百小时, 你看,差多少。 下面,我顺便说说办幼儿园的。 我那个幼儿园为什么没办成? 有很多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的那个店过不过来了。 次要的原因呢,就是 我的那个公寓不太适合办幼儿园, 家庭幼儿园。 其实家庭幼儿园挺挣钱的。 如果政府补助的话, 你从家长手里头 收上大约七家园一天, 完了,政府再给你补助,大约三十多家园一天。 下来,你就四十多家园一天。 这就是每一个孩子。 流水就能进来四十多家园。 每天,你如果有九个孩子, 因为家庭幼儿园最多限制九个孩子嘛。 这样的话,你算算就差不多一天就是五百块钱了。 完了,你再雇一个人。 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九个孩子,你顶不过来的, 你必须至少要雇一个人。 因为你还要做饭嘛。 这样,你至少一年,你有个六万家园的收入是肯定会有的。 就重收入。 完了呢,家庭幼儿园也有休假。 休假阶段,小孩呢,就给家长了。 家长自己就去想办法。 休假期间,你可以去南美晒太阳啦。 或者去澳洲啦,香港啦,或者回国探亲啦。 都差不多两星期的时间也就够了。 晚上呢,你也就大约六点钟。 六点钟以后,每一分钟一块钱的罚款给家长。 家长也不愿意支付罚款,很快就来把小孩给领走了。 其实,你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也可以交朋友。 我有很多开家庭幼儿园的朋友, 都活得挺好,也都该干啥干啥。 我有些朋友,他从事幼儿园培训, 也不是培训嘛,大专毕业之后呢, 有的是培训毕业之后,他也有中等阶段的培训。 在大幼儿园找着工作,干几年,自己开一个大的幼儿园。 也活得挺好。 而且,生意还非常的红河。 我们是开摄影,跟 广告啊, 装框啊, 印刷啊,相关的业务。 我们也经常到幼儿园去拍照。 也是一些大幼儿园。 那些幼儿园的老师,他们的精神状况也非常好。 我们家孩子也上幼儿园。 刚刚出来,时间不长嘛。 所以,对幼儿园比较熟悉。 好,今天关于幼儿园,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明天呢,我说说 不移民的六个理由。 不移民的六个理由。 就是不移民加拿大,不移民美国,不移民澳洲的 六个理由。 因为,有一个网友 叫 Maria's Life in USA 山东棒子闯到美国。 嗯,他说是,现在国内生活很好,谁还愿意移民啊? 你说移民话题有点过时了。 我顺着这位网友的话题,说说不移民的六个理由。 说完不移民的六个理由之后呢,我再说说 移民的六个理由,这就是后天的节目了。 完了,我再接着继续我的教育、培训、工作内的 节目。 谢谢关注,欢迎订阅 欢迎点赞,欢迎分享。 更精彩的内容在后面。 再次感谢,再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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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 ?